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郑伯伦律师 今天我要讲的话 很多律师会很不满意 可是我要讲一个很实际的 很实在 很坦诚跟你讲 一个秘密 律师经常会丢掉文件 律师经常会忘掉事情 你要知道说很多的客户 他们有一个问题 他觉得律师是上帝 你跟他讲了一次 你跟他看了一个文件一次 他都记在脑海里面 以后不会再忘掉 你是错的 其实有很多的客户 最后案子失败了以后 经常来我的办公室 他会讲说郑律师 我那时候我们应该请你 我的律师很烂 然后最后的话 最关键的文件的时候 他没有拿出来给法官看 为什么 其实我都跟客户讲说 有的时候不是律师的错误 有的时候律师可能把案子 就是这个文件丢掉了 还是可能这个文件 他不知道 他的这个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我经常我跟每一个客户 全美国有讲说 我们加州的律师 你要记得十年前有十九万个 我们的警察 救护人 包括麦当劳 没有超过我们的律师的数目 我们律师在加州的话 是十分精证 变到说很多的律师 他们不敢跟客户讲很多事情 他们不敢失去一个客户 因为他们案子太少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这样子讲呢 因为如果今天你做两件事情 你会帮助你的律师很多 还有你会有可能性 引你的案子更快 第一个 每一个文件你都要复印 每一个文件都要复印 原本的文件只有律师要的 你不要给他 你把原本的所谓的original 都留在你这边 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律师的话 找不到这个文件的时候 他不敢跟你讲 那这第一 你复印你要怎么样子做 你要跟你的律师讲说 所谓的郑律师 我每一个文件我都复印好了 你放心 你随时要这个文件 我都可以拿给你 这也会帮助你 是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律师找文件 你要记得 他不是当事人 他不是当事人 他是你的律师 你可能有一个两年三年的过程 五年十年的过程 你要一个律师 在几个月当中 可以了解你十年吗 impossible 无法理解 你是错的 如果你是这样子 第二 如果律师找文件的时候 因为他不知道文件在哪里 他花的时间 你都要付这个钱 所以你宁愿 跟律师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保持这个关系 让律师知道 你随时丢掉文件的时候 我都可以给你 那如果今天律师 他觉得真的 你们两个很坦诚 你们关系很好 你也不会对他不满意 他问你的时候 他会高兴 你会省钱 你的目标是达到的 第二件事情 要怎么样子做 你要做一个表 每一个文件 你要有个编号 像如果你有十件文件 第一件文件 第二个文件 第三个文件 你要表上写 一二三四到十 好 那第二个呢 你要怎么样子写 你要写说 这个文件是什么 这个文件是什么 然后你第三个框框 你要写说什么 为什么这个文件 对你重要 为什么这个文件 对你重要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因为你要记得 律师不是当事人 很多次的话 客户有个问题 讲了一次 就不会再讲 最后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 郑律师 陈先生你好 陈律师 我想谈 我发给你的文件 陈先生 你是在讲哪一个文件 你不知道吗 我那邮件给你了 我三个月以前 已经跟你讲了 这个是最恐怖的客户 不是说律师是要隐瞒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律师的话 如果他 律师好 他案子也多 我们今天的话 我不能说 你半夜晚上打电话给我 临时打电话给我 我对你的案子很熟 特别你的文件 每一个文件的话 都是对你很重要 可是你要记得 律师不是神 律师不是上帝 所以如果你把每一个文件 你都编一个号码 第一个文件 第二个文件 第三个文件 然后你把它放在一个 Excel那纸上 第二你要讲说 这个文件是什么 这个文件是什么 然后第三 你要写说 为什么这个文件对你很重要 我知道你不是律师 可是 如果你把文件 为什么写着很重要的话 律师也可以多理解 你的逻辑是什么 那你跟律师谈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今天如果律师你说 诶张律师你好 我今天我想讲第三个文件 你要记得你都有复印好 如果律师他突然 没有这第三个文件 他马上可以跟你讲 不好意思你可以发给我吗 你马上就发给他 第二 你要记得 那上面是写说 这个文件解释的是什么 可能这个律师看你的文件 他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协议 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印象书而已 可是你最后你有写说 这个文件就是一个协议 第三 虽然律师懂法律 他不知道对你的重要性是什么 所以因为你写在这个纸上 律师可以比较了解 因为在我们打官司的过程 你可能六个月以前跟我讲 郑律师这是最重要的文件 可能几个月以后你说 郑律师那个文件是最重要 然后几个礼拜以后 郑律师这个词才最重要 这种的逻辑 因为客户会飘 律师没有办法跟上客户的逻辑跟想法 我们可以回到什么 你给我的值 那个值就是写文件一 这个文件是什么 这个文件的意义是什么 文件二 这个文件是什么 这个意义是什么 我就跟你谈话的时候就是比较好 因为你要记得 你今天你是找实力的律师 不是偶像派的律师 你要找靠谱跟踏实的律师 靠谱跟踏实的律师是什么 他对你很坦诚 你对他很坦诚 然后你要记得 因为你今天你不是律师 律师是在代表你 他是代替你 在为你电户 所以因为这样子 你给他越多的信息文件 放在书面上 把它规划好 律师就比较容易 在外面的目标